记者图影如台北报道,IKE近年来发表许多联名作品,且有部分作品走向越来越具艺术性,今年IKE更在赴于瑞典举办的Democratic Design Days,发表一系列的艺术地毯,邀请八位当代来自不同背景的艺术家、时尚设计师、雕塑家等,以各自独有的角度诠释地毯,每一件都充分并展现各自魅力。 这八位设计师分别为美国潮牌OBF,White的创办人Verdil Ablo,Comdes GAR,据了解,此系列的产地为埃及与印度,而主导此系列的DIKE创意负责人Henrich表示,这系列皆由用羊毛和天然材料手工制成,每一件都不仅相同,就好像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, 有助微小的差异与不完美之处,来自日本的艺术家Mizeki Kawe Mizeki的快坛,便展现简单,不规则的艺术性。 他说,我认为保持简单会增加神秘感。 至于美国街头服饰品牌OBF,White的创办人Verdil Ablo则依然无极限,大胆地在东方风地毯上大赖赖写著Clip off两个字,嘲讽许多人喜欢将客厅当作展示空间。 来自日本的艺术家Mizeki Kawe,他的动物家族十分俏皮,色彩鲜艳抢眼,让人很想要亲近,轻浮动它们。 记者图影如设,美国街头服饰品牌OBF,White的创办人Verdil Ablo,大胆在看似东方风地毯上写著大大的Clip off两个字,嘲讽许多人喜欢将客厅当作展示空间。 Iki提供,Noor Line作品。 Iki提供,Key Author作品。 记者图影如设,Iki发布与八位艺术家合作的手工地毯,将于2019年发售,此为The Margie Lee作品。 Iki提供,Iki 2019年即将发售的艺术地毯。 Iki提供,街头艺术家寄次轻师SuperKitch作品。 Iki提供,Iki 2019年即将发售的艺术地毯。 Iki提供,Iki 2019年即将发售的艺术地毯。 Iki提供。